在黑巧克力的科普视频中呢,我讲了,您买巧克力的时候呢,要挑那些重金属元素铅合格没有超标的产品。 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一看一些合格的产品。 因为重金属铅合格呢,你作为一个个人的消费者呢,是没有办法进行检测的。 因为你没有那种专业的仪器,我们必须要依赖第三方的机构。 Consumer Lab呢,对市面上常见的几数黑巧克力呢,进行了评测,挑出了一些合格的产品。 同时呢,也检测出了哪些产品是重金属含量超标的。 报告呢,包括2019年底和2022年发布的结果,产品呢,按报告年份进行的标识。 这个报告呢,2024年5月更新过,但产品呢,还是2019年和2022年测过的。 我们先来看看哪些产品不合格,帮大家避个雷。 这些不合格的产品里面呢,真有大家非常熟悉的,在市面上非常popular的产品。 话不多说,直接上图。 看到没有? Linz瑞士莲这个牌子90%的黑巧呢,是重金属超标的。 我天哪,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巧克力品牌。 他们家几乎所有口味的巧克力呢,我都吃过。 我现在怀疑我自己是不是已经重金属超标了。 Trader Jaws的一款巧克力呢,也是不合格的。 另外,那Vitas的两款黑巧克力呢,也是重金属超标的。 这个牌子呢,在小红书上还挺火的。 喜欢在小红书上买保养品的呢,要注意一下。 这些不合格产品呢,都是各超标。 合格的产品呢,是这些。 黑巧克力的块有10个。 黑巧克力或者可可的粉呢,有11个。 做甜点的时候,用的那个巧克力的小片, Chocolate Baking Chips,有两个。 以上呢,就是黑巧克力的产品。 包括推荐的和不推荐的,你们看图购买。 买ConsumerLab的检测和各产品呢,会比较放心。 食品安全问题呢,会少很多。 如果你觉得这期内容挺有帮助,请点赞留言,还有订阅。 OK,这期节目就这样,我们下期见。 全都 önce肯定不开心空气。 这期节目就好演出了。 感谢观看